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你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 如果有人告诉你,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在很久以前就来过地球 他们甚至还找到了外星人的遗骸 你会作何感想呢? 就在9月12日,墨西哥首次召开了不明异常现象公开听证会 正式承认外星人的存在 并且还展示了两具疑似外星人的遗骸 此消息一出,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墨西哥WIFO专家兼记者莫桑 在听证会上声称,这两具遗骸是他于2017年 在秘鲁内斯卡地区的一处归藻矿中 发现的,它们并非是地球进化的一部分 在经过碳14测年法测定后 这两具遗骸距今分别为1800年和700年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最终变成了化石 这两具遗骸的头部细长 有着和人类极其相似的五官 每只手只有三根手指 科学家从遗骸中提取DNA样本 进行比对后发现,有超过30%的DNA样本是未知的 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 说明这两个生物并非人类 此次听证会上还展示了遗骸的X光片 两具遗骸体内都植入了非常稀有的金属 其中一具遗骸体内还存在类似卵一样的东西 据此次听证会的专家所说 他们之所以公开遗骸的目的 是想为了让大众更了解不明异常现象 难道外星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造访过地球吗 除了这两具疑似外星人的遗骸以外 秘鲁地区还有着非常多的未解之谜 比如秘鲁伊卡什科内斯卡线条 马丘比丘古城等等 纳斯卡线条更是被称为外星人造访最有力的证据 在秘鲁南部的纳斯卡荒原上 荒芜人烟的沙漠充满了很多巨大图案 比如108米的卷尾猴 37米长的鱼 45米长的蜘蛛 大约300米长的蜂鸟等等 甚至还有类似外星人的人形生物 这些巨大的图案穿过了高山和河流 数量多达1万多个 覆盖的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 最长的线条长达十几公里 由于这些图案实在是太过巨大 所以站在地面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只有坐飞机在高空才能看见它的全貌 甚至一些巨型图案要通过卫星才能彻底看清楚 根据碳14测年法的测定 这些图案出现的时间是在2000年前 纳斯的人类并没有掌握飞行技术 这样的工程就算由现代人来做也绝非易事 古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又是出于何种目的 于是就有人猜测 这是外星人在古代造访地球时留下的 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得到科学证实 而巧合的是 本次墨西哥听证会展示的三根手指 不明生物遗骸 就是2017年在内斯卡线条附近的矿洞中发现的 而在秘鲁这个地方 除了神秘的内斯卡线条 以及此次展示的不明生物遗骸以外 还有神秘的帕拉塔斯头骨 1928年考古学家朱利 奥特罗在秘鲁沙漠下的一座古墓中 挖掘出了300多块这种长长的头骨 这些头骨和我们正常人有些相似 但又有极大的不同 通过碳14测年法测定 这些头骨中最古老的巨金 大概有3000多年的历史 那么这些长头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有科学家认为 长头骨是人为造成的后果 比如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用木板夹着头 或者用布条绑得特别紧 头就会长成一种长长的畸形状态 这可能是部落里面的习俗 也可能是用于宗教仪式 然而科学家对其进行研究后发现 帕拉卡斯头骨体积比正常人大了25% 重量也比正常人的头骨重了60% 而且帕拉卡斯头骨的结构也与正常人不一样 帕拉卡斯头骨只有一片顶叶板 而正常人是有两片顶叶板的 这些不同之处根本无法通过人为造成 榜头习俗虽然可以改变头骨的形状 但不可能改变头骨的体积和重量 更不可能改变头骨的结构 并且科学家通过检测这些头骨的碎片后发现 有一半的基因是在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灵长类动物及其他生物中找不到的 结合以上这些秘鲁的发现来看 这个地区有很多谜团需要人们去破解 那么屏幕前的你 认为这些谜团和外星人有关吗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